四日晚間,本分局獲報在吉安鄉海岸路一間檳榔湯內有竊案發生 經查被害人抽屜內的現金遭一名男子竊取 本分局立即啟動鷹眼小組吊約監視路口影像 迅速掌握一名年約57歲涉案男子的身份 並在12小時內將該名流姓竊嫌查契到案,依法移送偵辦 根據被害人的指數,損失的金額大約新台幣3000塊左右 那張緩部分我們還在底清當中